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這個EG EG平分這個腳 這個是腳平分線 這兩個腳一樣 然後他說FG FG比什麼呢 比積蓄器要大 然後他說EF EF如果等於EH 等於6公分 這個是等於45度 而且四邊形 這個面積是等於80平方公分 我就四邊形 EFGH 等於80平方公分 那麼他們 這個三角形 EZH EZH 這個面積等於多少 好 那這我們怎麼做 因為這是腳平行線 我就以這個 當折線 把這個三角形對折過去 那對折過去的話 因為這個兩個腳一樣 所以這一邊 會貼緊這一邊 所以翻過去以後 折過去以後 這個三角的FG 就會跑到這裡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 重點 也就是說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線一樣 好 這一邊是6 所以這一邊也是6 所以這一邊也是6 然後呢 現在 這個45度 這個是45度 那因為這是一個等苗三角形 這6這6 這45度 所以這也是45度 這畫得很不好 所以的話 這個是90度 這個會變成是直角 這是90度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四邊形 面積是80 那這個三角形呢 等於這個三角形 也就是說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加這個三角形面積 是等於80 那我假設這個三角形的面積X的話 那也就是說 X 加上多少呢 這個面積 因為這是直角 所以這6乘6除以2 6乘6除以2 這個面積 就等於這個大的三角形面積 當然也是等於這個三角形面積 那再加多少呢 再加這個面積 這個是等於80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X算出來 這是3 638 所以2X等於多少呢 等於80 等於80 減18 2 然後這個是7減16 62 所以X4等於31 也就是這個面積是31 所以這個面積是31 1 2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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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